Hello,大家好,我本田老刘 这一期给大家安排的自动拉起手刹这个隐藏功能 经过我试了很多车评 发现同样的一个设置的方法 有些车是可以,有些车是不可以 目前试下来耗瘾 耗瘾燃油板,耗瘾混动板都是可以的 然后灌到混动outside,没有成功的激活这个功能 由于这个车型比较多 大家也看到我刚刚借来了好多钥匙 一起拍可能时间太长了 所以说老刘分两部分 然后接下来还有雅阁、宾治、林派这些 接下来我们一起再来拍一下 还是用同样的设置方法 看看有多少车能够成功的激活这个隐藏功能 好,我们这一台是时代雅阁燃油板 我们接着看这个功能能不能实现 能不能成功的激活这个功能 首先我们打开电火开关 先确认手刹也没有拉起 一定要在手刹拉起的一个状态 这个手刹是没有拉起 就在这边这个直视灯点亮以后 我们就开始直奔主题来设置 其实快的话只要几秒钟 拉住 听听有没有声音 有了 松掉 再拉 两声 好,设置成功 大家听到这个两声 滴滴的 就设置成功 就是激活这个功能 如果说听到的是一声 就是取消这个功能 它的操作方法是一样的 我们来试一下 启动车辆 手刹松掉 挂上档 往前走一下 模拟一下我们正常停车的一个过程 好,倒车入库 好,这个时候我们直接挂档 吸火 看看这个手刹会不会拿 拿起来了,看到没有 OK 设置成功啊 呃,宣布燃油板 雅阁可以成功激活 哈喽 我们来到一台新款零派啊 零派燃油板 看看这个功能怎么样 话不多说 打开点火开关 手刹现在是一个拉起状态 怎么胎压还包紧了 开始操作啊 拉起 好像没反应 没有反应啊 这个车不行 零派宣告失败 激活失败啊 不管它了 下一台车 这台车我们是冰制 这台车我们来看看行不行啊 话不多说 直奔主题 打开点火开关 手刹 手刹已经拉起了啊 手刹已经拉起了 然后我们来操作试一下看看啊 没反应 没反应 没有没有那个风鸣风鸣气的一个叫声 就是没有用啊 炫雾 冰制 激活 失败 大家好 这个功能呢 老刘已经把很多车走一遍了啊 目前能够成功激活这个自动拉手刹这个功能呢 有呢 浩尹 跟 雅阁啊 就是我们现在这种设置方法呢 其他车型是不行的 我估计 也就不行了啊 所以说 呃 大家对应的车型像 嗯 雅阁对应的殷师派应该也可以 那么就是说 呃 浩尹对应的CRV应该也可以啊 还有其他车型 大家看看 呃 还有什么车型老刘忘记说的啊 或者我也不知道了 大家来说一说 呃 大家一起来讨论讨论这个事情啊 还有这个功能到底实不实用 大家也可以一起来讨论讨论啊 我个人觉得呢 呃 呃 还是 可以设置的啊 因为这个功能呢 呃 对于 我们停车以后啊 懒得人可以用用啊 就是说 不要去拉手杀 哎 还有有些人可能会忘记拉手杀 啊 但是呢 我们现在的这些自动挡呢 你只要没有坡子啊 没有坡度 他都可以 挂了P挡 你不拉手杀 音响也不大 啊 他也不会溜车 我们变动箱本身就有一个注册自动 啊 他也可以把车子稳稳的停在那里 如果说 拉个手杀呢 当然更好一点啊 前后一起给他拉住 当然 我们就是说 呃 如果觉得你合适呢 就设置啊 不合适呢 就不要设置 当然了设置了 同样的方法 也可以解除掉啊 所以说呢 这个还是比较 比较好的啊 根据你个人的一个使用情况啊 个人的一个使用习惯啊 需要就去设置 不需要呢 也就可以不要设置 好吧 还有就是说 呃 有什么 呃想老刘去拍摄一些讲解啊 大家可以在留言啊 留言老刘给你们安排 拜拜 拜拜